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田园 上一期啊,咱们主要聊了一下这个明代的这个空白期 然后以及这个明代中期的这个麒麟纹饰有什么样的特征 以及区别它们的办法 咱们也知道这个玩味瘦的都知道麒麟是一个很贵的纹饰 你即使是晚清的那种,邓清的麒麟豆腐都是很贵的 本身这个纹饰就比较的稀有,也比较贵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麒麟纹上升到了这个明代的空白期 明代中期啊,它这个存湿量肯定也是有限的 然后价格也是比较高 但是好的是什么呢 反倒是这个明中期,包括空白期的一些麒麟 有时候明早期那种麒麟啊,就那种盘子小盘子 可能因为它的这个,一个是民谣 二一个可能因为它的化工啊,不是特别的讨喜 它的价格其实反倒能够让我们接受啊 我们可以去适当的收藏一些些东西 是比较有意思的 言归正众啊,咱们还是说这个纹饰 咱们这期聊一下这个明代晚期 加龙万时期的这个麒麟纹饰 然后你看到了这个明末 这个总体的不管是什么纹饰啊 不管是人物啊,龙啊,什么凤凰啊,还是什么狮子啊 它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神情啊,都显得有点老太隆重 就是不精神了,无精打采的 大家可以去对比啊,你可以跟那种早期中期的那种文师去对比 就会感觉这东西无精打采的 画的都那样 你看嘉靖时期的这个麒麟啊 它有点就是跟狮子其实是有些类似的 就是你看它那个身体开始变壮 但是麒麟分两种 有的麒麟看着明显变壮 因为麒麟感觉就瘦了变小了 但是它们大致特征都是什么呀 不是变壮,是变肥 我把这个壮这个词用的太优美了 应该变肥,就变得像猪 像肥猪 然后到了这个明末 一个你看神态上是那种老太隆重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 它的身形上面就是那个比例失调 你很少见到 你除非那种嘉靖大观摇 你看那龙滑的确实是很牛掰的 但是一般的明摇或者是明摇系统里边 你看它那个比例都不太对劲 就是你都感觉怪怪的 不合适,不合理 尤其你跟好的一比 那简直比不成 这是他们这个明末加龙万时期的麒麟 你看嘉靖那个麒麟 对吧,有的麒麟 你看明显那个脸成个马脸了 长长的,方嘴 然后身子明显变肥 提提子 就感觉这个麒麟啊 它跟这个明代中期这种 戴个眼镜啊 或者那种死不下那种麒麟 区别还蛮大的 这是嘉靖的麒麟 而且嘉靖的麒麟 你看包括它用的是佛头星 对吧 就是回星料子 它的这个回星的发色 跟这个龙青万里都是有些区别 这样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区别它 到底是什么时期的 一般到了明末 它底下都会有垮 而且它的这个到了明代晚期 因为你别看嘉龙万时期啊 嘉龙万时期就在明代 从嘉靖到万里 这对吧 除了他儿子龙青活的时间短一点 嘉靖万里活时间都挺长的 他们值得时间很长 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瓷器的这个质量啊 包括它的一些制式啊 都是有一定规矩的 你们可以通过这些个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啊 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 比如说气形啊 文师的画法啊 比如它的那个轻量啊 都可以综合的去判断 它是一个明代晚期的这种生活 包括麒麟 如果你单拿文师来说 你就是觉得这个时期的这个麒麟文 就是一个是老太隆重 二一个就是身材走性 比例是照 它就是这么个特别 嘉靖就是这个样子的 嘉靖的麒麟还看着好看一点 那个龙庆那种麒麟 图太少 就龙庆的那个 因为时间短嘛 它的资料比较少 你看龙庆那麒麟感觉像个豺狼 往那一蹲 你不说那个麒麟吧 没有看到它那个蛇腹 身上的鳞片 以及它那个火焰 你真不觉得这是个麒麟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吧 像个那个豺狼在那蹲着 到了万利更是 对吧 很诡异 你要万利那种铁线苗的麒麟 我看 那咱不说那是麒麟 不知道都以为 那是个啥东西 啥怪兽呢 是吧 那原来那是个麒麟 所以说这个东西 到了这个明代晚期 尤其加龙万世期 我觉得这个麒麟画的 家境还能看点 龙庆万利是真的是宝看 那个麒麟 属实很丑 真的 属实很丑 这就是这个明代晚期 加龙万世期的这个麒麟 咱们说 为什么不说这个 天启崇真 其实天启比较少 天启就是操一句 但是崇真 顺智 跟康熙 这种过渡期的时期 我觉得把它单独做一期 去讲是比较合适的 跟这个加龙万 咱们就不然了 因为他们 就单拿麒麟这个纹饰来说 我觉得过渡期的麒麟 是最漂亮 真的 他们是最好看 反正咱们记住 明代晚期 加龙万世期的麒麟 就是一个是神情呆板 老太隆忠 再一个就是身材走行 你有的都认不出来它是个体力的 这就是他们这个时期的特征 然后你根据这个时期的风格 比如说它是用的是回星 对吧 包括它的一些底款 修足方式 以及它这个 它又是各方面的一些特征 都可以综合判断 它就是这个时期的东西 如果你具体的想去分辨 它到底是佳境 还是龙庆 还是万利 你就根据它各自的特征去分辨就好 比如说 清料的这个颜色 看着更蓝一些 更艳一点 保护度更高一点 你往佳境靠 你看这稍微发暗 发灰 然后那个清料呢 渲染 一般会渲染出框 就往万里走一点 然后龙庆夹在中间 它就是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然后龙庆的这种清料 个人感觉会有一点发紫 就是它比佳境的保护度低 发紫一点 但是比万利看起来 就保护度高一点 因为它在中间 万利就发灰 大家可以仔细去对比 这是个人总结的经验 它不一定准 就是你 比如说龙庆也有特别好的 龙庆官邀也有特别好的 对吧 佳境官邀也有特别拉的 对吧 佳境也有 民邀也有特别拉的 包括万利的官邀也有特别好的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就大致来说 我觉得是这么个脉络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主要聊一下 这个明代晚期 加龙万三个时期的 这个麒麟文士 有什么样的特征 其实这三个时期的麒麟文士 属实很丑 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 真的 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 OK 我是爱收藏的天元 喜欢我的视频的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